哎朋友们好我们今天来偷跑拆这个简中6.0的九彩汇聚棚了 其实开个玩笑我哪敢偷跑呢 我拆的其实是这个日版的S6A一部英雄 也就是这次这个简中6.0九彩汇聚棚的日文版 2021年5月的盒子距今已经过去快三年了 这盒当年的原始收价也就不到300人民币 但如今2024年国内的二级市场已经是3000人民币左右 日版S6A一部英雄里面最好的一张卡单是我们这个月亮一部的大手绘 除此之外呢其他一部进化型的大手绘也是都出现在这段里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仙子一部还有冰一部叶一部超好看的 价格也是不菲啊 太阳一部的这张大手绘呢是在当时这个日版一部英雄的双合礼盒里边放的 我猜咱们这个简中礼盒也有可能会出这张 这段除了我刚才说的几张大手绘之外呢 每只一部进化型还有这个小手绘 希望我们今天就算开铺大手绘也能开出一个小手绘 当然已经讲到这了 稍待手给大家看一下我其他的一部PC这些收藏吧 这几张是那个SM时代的时候那个PC中心送的 一部套着它的进化型的披风 还有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个一世代的几张月亮一部的老卡牌啊 真的超级好看 好朋友们啊 终于要开始拆了 三千块钱啊 除非你开到大手绘 不然就一定是回不了的 这一段呢里边有两张人物卡啊 一张香芬姐姐 另外一张是男人卡 我们的麻瓜啊 非常非常的吓人 如果我今天拆到那张卡的话 我就再也不拆这个日版PC这卡呀 尘封了三年的盒子 这一段日版卡一共是69种啊 但我们简中这一弹的九彩汇聚呢 一共是有一百二三十种啊 所以它肯定是把别的系列混在里面了 三十包卡啊 大家最喜欢哪只一部的进化型呢 可以弹幕告诉我 头五包 一简子五百块钱啊 我们的水月鱼 只不过头五包就给我出吧 啊 就是这张香芬姐姐啊 它有人物卡啊 这一弹 一部 我现在也就是带大家提前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九彩汇聚的卡面啊 索罗亚克 麻瓜太吓人了 雷秋的小散卡 顽皮蛋 好的朋友们 头五包没出 五百块钱 没了 第二个五包 大家猜一下简中会不会把那个 内空座和吕刚龙也放进这次的九彩汇聚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毕竟把那个黑马白马和一级熊连级熊放到一弹里了 看看 看看第二个五包 有一部 好的 没出 索罗亚克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咱们就这样 如果说开到了高的话 我们就先把它放到最后再展示 这可能是我拆过最贵的一张卡盒了 啊 吓死我了 一张火精灵的V 这个想的还蛮好看的 做托姆 吐吐犬 啊 朋友们 回了 一张大兵部手绘 朋友们 这张我自己之前是花钱收的 朋友们 你们看一下 我是花钱收的呀 这张的价格也好几千呢 这刚拆出来 可以啊 我们回本了呀 为什么呀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张兵一部大手绘的场景 水里面有皮卡丘 马里露 还有马里露的净化型 以及顽皮 熊猫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一部 超级好看的朋友们 怎么办呀 我有点欧 那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就放松了 看来我能接一些代拆的业务了 因为我这么欧 以后 不要再有人说我非了 你们开出过兵部的大手绘吗 皮卡丘大嘴蛙 画一张我们月亮一部的V 好帅啊 这个想法 接下来 顽皮熊猫 是刚才我们那个兵部上面出现的宝可梦 看来这一弹的卡图都很有关联 哇 超好看的 一张我们仙子一部的VMAX 朋友们 第四个五包 原来欧洲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呀 不要害怕开一些什么绝版的老盒子 不要怕亏 只要你运气好 你就是可以回本的呀 来 我们看一下 马里露丽 果然他就是把那个出现平卡的宝可梦放到了那个大手绘里边 啊双高双高双高朋友们 兵部 哇 朋友们两张双高 哇 一张我们这个兵部的SR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这么欧啊 接下来 马里露 啊 一张太阳一部的V 在开什么劲啊 双高了 那还有十包 就一块给大家开了看看吧 你们可能不知道那个兵一部是什么概念 就是这张里边最好的四张卡之一 真的牛 本来还想给大家拍一些戒赌视频 只有搞成这样 马里露 白蓬蓬 哇 一张我们仙子一部的V 就结束了 哇 一张我们兵一部的VMAX 这个盒是兵一部盒啊 好的结束了朋友们 于是乎今天我的朋友们 你们一起跟我见证了 我开出了两张这个兵一部双高喊的奇迹盒 如果你们还想看我开这些巨贵的日版绝版老卡盒的话呢 欢迎给期视频点赞到一千 我们就继续开这个绝版老卡盒 那今天视频最后呢 我们要用我开出这张兵一部的大手会跟大家说再见了 兵一部怎么说再见呢 兵一部兵一部 那朋友们就先这样 我要去网上炫耀了 你们以后可以找我开卡 我真的太欧了